闷中的那片海在六一儿童节开播 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除了肖战就是整部剧的高质感 剧中的打光准节明亮 展现着年代特色的大棒真毛衣 金大衣 以及老北京市井风貌和一物一景 这部剧一经上线便收获了多个冠军 包括前频道的日观 收视率更是破了1.6 同时广告投资一以满额 作为当下的炙手可热的明星 肖战为闷中的那片海的热度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开冲了优异的成绩 当然肖战的实力也是无法忽视的 他在剧中饰演大燕子弟肖春生 人如其名 活力充沛 灵动无比 仿佛拥有无限的生命力 无论是骑自行车 还是出现在冰场上 他那热力的眼神 总是充满了三分的脾气和五分的不屑 净显青春张扬的味道 当一位重庆小伙子演技北京的小公子时 他的演技令人惊叹 原汁原味的展现了这个角色 并没有顺和口音方面的瑕疵 他的风格简单而朴实 眼神充满了热力和活力 每当他出现在画面中时 一种狂放不羁的气质几乎要溢出屏幕 令人印象深刻 这位演员名叫萧春生 他口才很好 随时准备挑衅别人 是北星条最好逗的角色 但实际上他也非常重视友情 总是奋不顾身的保护自己的朋友 虽然他没少参与混混圈子 但私下里他还是很听话 甚至愿意穿上和朋友肇丝一样的衣服 当他与红林一同在冰场上玩耍时 他的眼神表现了他第一次动心的真情实感 那种自然的吸引力让观众印象深刻 表现出另一面瞻扬的萧春生 他是一个坚强坚韧的人 尽管他的父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但萧春生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他的父亲是英雄 在预定的一场哭泣中 萧战的眼尾泛红 揍大的眼泪落下 但他的五官并未失控 因为发出撕心裂肺的酷海参 他只是微微醋眉 以孔手缩饱满的热泪直接打动了人心 我认为这种表演可以称之为高级的表演 这种风格是不动声色的 他可以通过小小的细节感动观众 而不是通过粗糙的表演手法吸引他们 事实上演技炸力这个词 在现代影视界被广泛拦用 我们曾经认为这代表表演的实力 但是实际上用深思欲杰 化妆外露的表演来预得观众的青睐 并不一定代表成功的刻画了角色 优秀演员与一般演员的区别在于 优秀演员在表演中能够把握好度 既能发力过门 又能做到任务系无声 而身为流量演员的肖战 由于被指控小到消息等问题而备受质疑 但在表演方面却获得了媒体的认可 在塑造角色上应得了人们的关注 正如小泳所说 一个人要黄需要一定的运气 但要在演艺界立足并发扬光大 则更需要实力的支撑 2018年 肖战所出演的《陈情令》广受观众喜爱 剧集播出结束后 他表示 要把为无限还给他心爱的人 为无限这一角色 不仅因为纸片人的形象而受欢迎 更因为小战出色的演技演绎而备受赞誉 泪水在不夜城的天空下滴落 毫不掩饰地流淌 传达着心灵的痛楚和绝望 当他皱起眉头 面眶泛红 仿佛可以看到他的灵魂在颤抖 在祁山 鲜伦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展现出无比锋芒的气势 每一次职工搭建都显得张扬而明媚 与他在其他角色中所塑造的形象截然不同 魏无限是个张扬讽刺的年轻人 而赏金猎人则凶狠果敢 只要看一眼便可轻松气氛 然而他却谦虚地表示目前没有出色作品 八字内心的话语表明他并非故意低调 感激制作组和原著作者却不存自夸 这是流量明星的自我意识吗 更多的是因为肖战自上横厚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许多人都对阿尔西事件相当熟悉 这并不奇怪 因为这事件不仅涉及到粉丝圈 而且还引起了官方媒体的关注 尽管肖战并未参与到此事中 但他仍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简单来说 就是在2020年2月份 某位作者将肖战女性化 并将其描述为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女孩 在肖战的粉丝们不满的情况下 此事被挤爆 最终导致粉丝和同仁粉之间爆发大规模护骂 同仁圣帝AO3仍是因此被封禁 这一事件导致肖战受到了同仁粉的抵制 网络暴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他的各种照片 以及大大小小的论坛底下都充满了骂骂 潮本和截图黑 然而肖战并非平凡之辈 一年后他公开回应所有的质疑和批评 但回应并不意味着他会全方位认错 华柜的各错并非完全由他承担 在他的长篇文章一些想说的话中 肖战告诫大众在网络世界的一些垃圾战中 请保持理性 这样我们才会拥有继续前进的勇气 有些人称他是资本的幸存者 而他的成功完全建立在别人的盆场之上 然而自从成功另热播之后 肖战并没有参演任何一部大制作电影 当其他小鲜肉参演陈凯歌 张一某等大导演的电影时 他却在默默的演绎话剧《竹闷之梦》 他专注于排练台词 训练身体 不追求综艺效应 也不炒作CP 平时的曝光也很少 接下来要出演盛世佳作《玉谷瑶》 除了他以外 强颜都是新人 只有他一个人负责重任 在预告片中留下的一滴泪 完全不同于以前扮演的魏无限 这一次的表演感觉更加清新脆弱 像是一块一碎的琉璃 他还在和妇宁导演合作演出 《闷中的那片海》 这也是他和老朋友李沁合作的一部作品 此外 他还和白百合一起出演了《交洋帮我》 扮演着一对姐弟恋情 目前正在拍摄的作品是徐克导演的《社交英雄传之辖之大者》 投资高达4亿 虽然已经拍过了很多版本 但官方依旧寄以后望 看重肖战的流量 希望他能独当一面 为电影带来更高的票房 可以看出 肖战在成为大红人之后 他在演戏时 一直没有挑咖位和合作对手的嗜好 实际上 在肖战成为大红人之前 他一直只是个配角 一直被大力捆着只是个笑话 他更是连资源咖都让人捆不大笑 他参加燃烧吧 少年时 从重庆来到北京 这个外表冷酷 内心热情的脑男 在充满不看好和质疑的情况下 拿到了出道的资格 然而 陈明并不等于巅峰 加入偶像团体后 画机机画并没有给肖战更多的机会 他在家里闲置了一年多的时间 因此 他选择自己去找组合 参与了豆魄苍穹 成为了无垒的配角 在相爱穿梭千年画里 更是只能担任龙胖 被多次拒绝后 终于在2017年 我得到了在狼地下中 扮演男二号集冲的机会 只有了解我的人 才能明白这个机会有多么难得 我相信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才能取得成功 正如肖战所说 我们应该尽力提升自己 而不是在网络上诋毁别人 我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我们必须睁开眼睛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